看看这个孩子的频道赚了不少钱 他的视频呢有大量的观看量 最受欢迎的视频播放量呢高达数千万次 这些视频中的视觉效果呢都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高水平的制作 该频道呢估计的预收度呢 我们可以看到可达4万美元 他的年收入呢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8万美元 这是令人震惊的 有更多非常相似的同类的频道存在 这些频道呢着重成长的原因是 他们满足了父母通过动画教育孩子的教育需求 孩子们呢可以探索世界 学习像字母啊数字啊还有形状啊 这样的一些小东西 动画的色彩比较鲜明和强烈的娱乐价值呢 抓住了孩子们的兴趣 让他们呢保持学习忙碌 给父母呢腾出了一些自己的空间 如果呢你正在考虑开始频道了 但有想不出好的主意 你呢可以考虑一下儿童学习的内容方面 在人工智能AI的工具的帮助下 制作类似的视频呢只需要几分钟 在本期视频当中呢我想演示 制作此类动画的最简单的办法 不要走开 因为呢我会在最后分享完整的四例视频 第一步我们求助于我们的老朋友加GPT 我们来请他为我们的视频编写一个脚本 通过输入这个提示符呢 请为孩子写一个自学习的视频教本背景在森林当中 主持呢是一只猴子 他做一些自我介绍 然后呢向观众介绍他的一些朋友 长颈鹿兔子啊狐狸猫狐狸 动物们呢简短的介绍他们自己 然后听众是学历亲爱的儿童 虽然语气应该吸引人 措施应该尽可能简单 让孩子们呢容易理解 这段视频呢大约时长两分钟 你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随意替换故事背景和动物 如果你有更好的提示呢 请使用它们 但请记住啊 你的提示应该尽可能详细 以避免呢出现一些不相关的一些问题 好了 XLGBT迅速响应成功 我们呢可以看到它已经提供了 从场景到角色动作的一些细节 我觉得已经非常棒了 现在我们进入第二步 使用文本专语音的工具来生成旁白配音 我个人呢喜欢这个Eleven Apps 我认为这是目前口用的 比较友好的AI文本语音工具 每个用户呢每个月有1万字符的免费配偶 我们进入到语音合成界面 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声音 每个声音的样本呢都有相应的文本 听这个孩子语气的声音看起来很适合今天的视频 我觉得非常完美 然后呢就需要记住我们的视频有五个不同角色 所以我们需要五个不同的声音 我们来前往声音库 搜索这个幼稚找到年轻声音的样本 选择需要的语音 然后点击使用它 然后添加到语音室 然后将名称修改为角色名称 单击然后添加到VSNAP 选择要生成的这个角色 单击使用 让ChannelGP生成的文本 粘贴入我们文本框当中 单击进入里面收听结果 你能看出来它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吗 点击下载 这里的关键注意事情呢 是不要一次输入所有的字幕 要根据脚本的一些顺序 来生成相应的配音 这样呢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组织配音 到稍后当中 在生成了所有的配音后呢 然后我们进入到第三部 创建动画 首先呢 我们需要一个森林的背景 去到MitJerry 输绿色森林背景 孩子们 动画 刚刚AR16B9 稍等一下 生成完成 然后我觉得第三个 看起来还不错 点击U3 然后下载它 接下来让我们去到 Cover制作动画部分 选择视频 然后并且添加 刚刚我们保存了森林的背景 然后又记它 选择设置作为背景 然后呢 我们点击文本 选择一个文本框 粘贴标题 然后将其分成两个文本框 也获得更快 更愉悦的观感 更改文字的这个颜色 字体大小 添加一些文字的效果 一些等等 适配一下 然后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图像和文本呢 添加一些动画的一些效果 然后选择图像 然后单击 animate动画 选择图片的下面的这个缩放效果 并选择勾选boss 然后呢 对文本呢 做同样的处理 但是呢 是否还少一点什么 是了音乐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元素 搜索 这个hype changer 点击去音频 这个不错 添加到时间轴里面来 检查预览 太好了 然后我们的拍子呢 就这样准备好了 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要转到动画制作部分 然后添加一个新页面 上传背景图片 然后并引入我们的第一个角色 Monkey猴子 这边搜索猴子 选择一个带动的一个猴子 然后调整它一下大小 然后设置入场动画 点击创建动画 然后呢 通过拖拽目标素材来设计 动画的轨迹 来这个自立地动画 例如来 我想让猴子从树上荡下来 所以呢 我设置了就是说起点 并且向下拖拽它 调整一下它的速度 这样呢 猴子就往上下来完成了 简单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导入配音 连接Apple的上传 选择音频 然后上传你的配音 你还可以在这里来 上传你自己的配音 然后将猴子的 这个第一个配音呢 拖张到时间轴上面 然后右键单击猴子 选择显示修探时间 这只猴子进入的时间 然后呢 设置比猴子进入的时间 稍晚一点点的这个配音时间 然后预览 看起来非常不错 现在按照对话的顺序 以及个接个的为场景添加角色 和对应的旁败 然后这是简单的 我来花了大约三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觉得这个本期视频非常不错 请一定要给这个视频点一下赞品 订阅猛想总数的频道 这样你就可以反复回看观看 完成之后呢 然后单击下载 在最后一半我们将使用Cupcat添加字幕 然后导入我们之前创建的动画 并将其添加到时间轴上面来 然后转到文本菜单 选择自动字幕 然后生成字幕 然后取消右上角的这个 Apple的Wall应用到全部 这是为了方便以后调整字幕的位置 如果不取消选中呢 当你这个调整一行位置的时候 所有的其他行都随之移动 然后将字幕的颜色更改为蓝色 当然你可以改成另外你喜欢的颜色没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添加一些对话框 Dirog使场景更加有趣 在贴纸菜单中选择卡通 选择这个Dirog对话框 将其放在下面 并与这个字幕对齐 在字幕下方 调整一下气泡的这个位置和大小 将每一行呢 就说移动到字的 这个字幕移动到气泡当中 并按照相同的方法 这个调整位置 然后手写大字幕 为每个框添加对话框 完成之后就会导入视频了 导出视频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最终成品 有什么最终成品的 这个字幕移动到 Breaching for the stars and eating the tastiest leaves. Hopping over here is Rosie the Rabbit. She's the fastest hopper in the forest. Hi, Rosie. Hi, little friends. I love to hop, hop, hop and I'm always on the lookout for tasty carrots. Meet Freddy the Fox. He's a clever little friend who likes to play hide and seek. Hello, Freddy. Hey, everyone. I'm the master of hide and seek. Maybe we can play together lat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